他就是可能是觉得因为奥特曼是日本的 然后就是有那种那种情怀你知道吗 回想了 学会大家是一样的 只要坚持地放弃 你不有个奖兵 做好自己的所能及的事情 这一步就会逐渐改变自己的未来 没错 你们的生气 就是构筑未来的希望之光 回想了 学会大家是一样的 只要坚持地放弃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树 人家奥特曼在中国搞了个商演 就爱到你们小粉红什么了 人家奥特曼只不过是过来打怪兽的 又没消灭谁 结果粉红英雄就把奥特曼给消灭了 不过后来就媒体报道 说这个男的实际上是喝醉酒了 因为男子的娃说奥特曼特别厉害 灭了他老爸的威风 于是他就冲上去跟人家奥特曼干了起来 那这个事情呢和以往就是所有粉红的故事是一样的 最后呢就有两种声音 一种呢是讨伐这种盲目爱国的 另一种呢就是不支持打人 但是就听不进一切 不符合国家利益声音的这群小粉红 那其中呢有一个传播这个视频的博主呢 就传播了一个人说的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这句名言呢就惹毛了另一波爱国贼小粉红 那这个小粉红呢就觉得啊 这些事情呢都是媒体掐头去尾和恨国党干的事情 那他在他的微博里面就放上了一些图片啊 就想解释说明啊 谁会花500多块钱去带着老婆孩子去 以爱国的方式去砸场子 甚至呢他还提到了啊 有一集我做的那个地铁女子就掐人脖子的这个事件 他觉得我们这些恨国党呢是掐头去尾的啊 就是把那个男子啊 骂女子是鸡的这个片段 我们给删除了 他觉得我们是颠倒是非啊 那我想说 那个视频里的男子啊 不管他说对方是不是鸡 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和人家坐在地铁里面谈话聊天 然后一群国人听了他们觉得不符合 中国利益的这么样的一些话语 他们就对人家大打出手啊 就暴怒 就不让人有任何的言论啊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今天这个小粉红打奥特曼的这个事情呢 也只能说小粉红呢是一根筋 他的视角里面永远都是盯在那个臭粪坑里啊 生怕自己错过一颗屎 然后耽误了自己身躯的这么一个使命 那其实很久以前呢 我是有面对面的啊 对峙过这些小粉红啊 我是有领教过他们的这些无理取闹 其实说真的啊 他们很多都是自干武啊 就是说他不会花钱去砸场 但是你要给他钱 在爱国的情怀上啊 他会玩命去砸场啊 因为小粉红这种生物呢 只要他听到了 见到了 感受到了 怀疑到了 他觉得不符合他国家利益的言论 或者说行为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发泄他的情绪 如果对方呢 要比他有逻辑 有思维啊 那他最后呢 就会变态啊 甚至呢 要消灭对方 所以像这个消灭奥特曼的这个小粉红呢 他清醒时 他也是讨厌日本的 所以最久了 才要消灭奥特曼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而且呢 我也想说啊 就是上面这个视频里面啊 这个工作人员说的这些话 我相信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一定会说对方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一定会开骂的 所以呢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错怪这个小粉红 一定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红社会呢 还有很多让人无语的事情啊 那亚运会呢 就有两个中国的姑娘 特别火啊 一个是夺冠的林某某六号 还有一个呢 就是强跑后啊 这个银牌被取消的 这个吴某某四号啊 就我不记得他俩的名字了啊 就这样称呼他俩了 就我先说这个强跑的吴某某 他强跑后呢 第一时间啊 是怪罪旁边的这个印度选手啊 说这个印度选手 有这个强跑在先的动作 所以就影响了他 那后来呢 我就去看这个慢动作回放啊 结果就发现啊 是吴某某出现了幻觉 人旁边几个人 动都没动啊 他收一下就冲了出去 但是当天夺冠的人啊 是人家六号林某某 可是他的风头 全被这个四号给遮盖了 为什么 原来当天他俩相拥而报的那一刹那 他俩重现了一组 让红社会极为恐慌的数字 六四 没想到央视还给报道了出来 直到后来呢 大家发现了六四啊 央视马上就改帖啊 意识到了老天爷 又跟他们的政权啊 开了一丝历史性的玩笑 没想到四号的违规呢 还救了他们一吃场 那我觉得就特别搞笑啊 又很诡异啊 就谁安排的六四啊 还有央视的这个报道和四号这个违规啊 就这里面安排的太巧妙了 就可以堪称是红社会的玄学啊 还有啊就是前两天不是中国的国庆嘛啊 这个美国这边其实也没闲着啊 就是各种华人社团争先恐后的 就是组织这种爱国活动啊 这个小粉红呢 他也没闲着啊 那其中有一个小粉红呢 就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的这个吉祥物呢 就给涂成了红色 那上面写的这个歧视容年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被这个和他和影留恋的这个小粉红啊 给曝光了 那这俩小粉红呢 我就不多说了啊 反正呢 只要是爱国 也不用讲伦理 也不用讲道理 也不用讲道德 反正什么都不用讲 就是爱国为先啊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个性 但是这个吉祥物啊 看上去就像卡通片里的恶魔啊 再加上这身红衣服 就特别恐怖的感觉 我就感觉这个万圣节提前到来了 所以我觉得很诡异的就是 历史呢 又开了一次魔鬼的玩笑 让我们记住了这恐怖的一瞬间 而且小粉红呢 每次做的事情 你以为是爱国 但其实都是帮道忙 这和所有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 也就是之前我和大家说的 无论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要是红色会去做 它就一定是坏事或者是丑事 所以说这超级的诡异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觉得红色会是不是非常的邪门 好啊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 就是开玩笑的老字号卖肥皂的这个视频 这个董事长呢 就亲自直播吃肥皂 以证明这个肥皂是天然成分 无任何化学添加剂的 哎呀 这就别了 鸟状了 这就别错了 看见吗 嗯 它内蒸和付准 精细以后就是红结优质 那我且相信啊 这个老总说这个肥皂是纯天然的 但是可不可以吃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而且它吃完了啊 还说这个肥皂能分解人体的油脂啊 那照你这么说 我吃多了油腻的 回家我就吃坏你的肥皂就行了呗 是吧 不仅可以消油脂 吃完了还能吐泡泡 所以我说他非常的坑爹 而且他的员工还非常坑爹 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 这个他的视频是被发出来的 不是因为他的视频就把这个带火了 我们都吃不好几年了 只是那时候我们网上的产品没有爆 这个员工的意思啊 是说这个肥皂啊 不是他老总给带火的 而是这个产品 他早就火了 只不过呢 是他老总吃这个肥皂呢 又给他卖爆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员工的中国式情商呢 还有需训练啊 那毕竟在人老总面前呢 永远都是 人家吃鱼我吃刺儿 人家放屁我闻味啊 反正领导前面我是狗 永远是你的哈巴狗 连这种最基本的动物世界的动物操守你都没有 你怎么能在中国走上人生的巅峰地位呢 而且呢 这个员工呢 也无意中又透露了一个他老总的这种营销的理念啊 就是直播带货 卖肥皂呢 要以吃肥皂为噱头 所以呢 我说红社会呢 是一个非常起敌人心灵的这么一个国度 在这个国度里呢 我也深刻的感悟到了我们国人悲剧的奥义 那就是不在沉默中变坏 就在沉默中变态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